中国婆婆做梦也想不到 只用一顿面条就成功征服了外国人的胃 老婆婆的手感炸酱面 居然在法国里的手感炸酱面 吃上嘴 对 哪里 还告诉我 吃上嘴 吃上嘴 杨媳妇带婆婆受邀参加公公的生日宴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 过生日必须吃长寿面 所以婆婆就做了一顿 代表中国特色的手感炸酱面 本一也只是想少做点试试水 没想到 只是起锅烧水 就吸引了一大群外国老的围观 大家都好奇中国手感面到底是个什么洞洞 最后吃完一碗还觉得不过瘾 还想忍不住再来一碗 宴会结束 婆婆送给寿星一份代表中国特色的 倪人章手工艺品 收到礼物的姑姑激动的不行 还说最大的生日愿望就是去一次中国 去朋友的城堡做客 婆婆专门做了山东特产 顺便还拿了一瓶中国酿的特色粉酒 因太好吃一直追着要秘方 还对着镜头疯狂地说谢谢 婆婆因为吃不惯法棍 于是就尝试用黑面粉做山东大嬷嬷 做之前杨媳妇各种说不行 觉得浪费时间还不好吃 没想到嬷嬷出笼的那一刻 瞬间就会啪啪打脸 婆婆还专门做了下饭的啤酒机 杨媳妇更是馋的直接用摩摩蘸汤水吃 香不香你们自己说 杨媳妇去超市买茴香 结果只把根留下叶子扔了 山东婆婆看到之后立马制止 于是决定用法国人瞧不上的茴香拌肉馅饺子 饺子一出锅 杨媳妇就忍不住要拿那味 还说比之前吃过的所有饺子都香 好朋友来家里做个 婆婆更是下厨做自己的拿手好菜 当得知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做出了这么一大桌子 朋友更是一点的意外 还调侃了说换做自己估计得用两天 最后朋友们把排骨吃完觉得还不过瘾 直接拉起盘子 打算把汤汁也一并解决了 吃饱喝足之后 正是打算连夜搬家住这儿 不走了 看国内同胞都会去自己的山东老家赶烤 婆婆这边也按得不住了 虽然回不去家 那就在法国复刻一下资博烧烤 当得知中国亲家要有大动作 杨媳妇的干爹这边就冲了过来 听到女婿说 每天去资博的人都超过两百万 老叫人更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每天都会召唤2万万人 为了招待好这位亲家 婆婆直接烙饼穿肉 一起合成 然而就是这顿再品尝不过的烙馍卷肉 邓家坚定了干爹想去中国的决心 随后就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护照 让女婿帮自己办手续 此后只要是婆婆下厨 就连盘子都会被吃得赠光瓦亮 可见中餐的魅力真的非同小可 原来不仅帅的都上缴国家了 就连搞笑男也都在体制内 看惯了消防员在危机时刻控制火情 突然话锋一变 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一群男朋友在室内组织专业考试 每一个都戴着图服面具 估计现在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 赶紧来个好人拓打救援电话 救救孩子吧 明显的考场比火场难多了 咱就是说 这像不像高考时打不出试题的你 不过也有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说终于有他们怕的了 毕竟之前还帮这个孩子冲火场抢救寒假作业 当那个孩子去买试题卷子 孩子们当时的绝望现在终于还回来了 对立组织拍宣传片 结果小伙姗姗来迟 还特意选了个帅气的动作蹦上单杠 奈何下盘部分 屁股刚挨的单杠就摔了下去 两个同伴也被拽了下去 刚进队的实习生 考试内容是打开消防水管 刚开始一切都还算正常 结果一通上水 场面瞬间失控 除了着火的地方没喷上水 其他地方都泛滥成灾 就连主席台上坐的领导 也被伺候着洗了个凉水澡 兄弟 你确定 你这样还能通过转账 有一只汪星人掉进了一个废旧警令 男朋友就决定用绳子掉着桶救援 但狗狗一直不往桶里去 于是就猜测 这应该是个外国狗 就果断的切换英文交流 小哥估计这辈子也想不到自己苦学的英语 竟然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用在狗身上 队友之间互相进行心肺复苏训练 然而就在要人工呼吸的时候 画风突然变得不正经了起来 于是羞涩的朝着小伙就是一巴掌 残就是想问 自己人都下不去嘴 以后还怎么谈女朋友啊 当看到有同伴正在电梯里 带头的就心生一戒 直接联系后勤把电梯停掉 于是没多久 就接到了来自电梯的求救 电梯门一打开 一叫香都是消防员 门打开的一瞬间 就像是打开盖子看到了一群小鸡仔 满脸都是礼貌又不识尴尬的神情 队友 快打119 队友2 你咋打我手机上了 你还知道有关消防员哪些奇葩的故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 这两个大学生 只是去当了一个月的暑假工 竟然差点把饭店老板给吃倒闭了 当得知两名大学生 不要工资只用管饭时 老板欣喜若狂直接答应 甚至还在心里盘算 怎么剥削这两个小年轻 上班的第二天 就和隔壁炸鸡店老板处成了兄弟 直接从隔壁断了一盆炸鸡 老板看到后一脸的吃惊 刚想夸自己眼光足 招来了两位得力干将 没省想 炸鸡竟然是用店里的羊肉串换的 咱就是说 你俩还真会办事呢 拿着公家的串去换自己的炸鸡 俩吃猴干活的时候 就像双打的茄子无心打财 可是一到饭点 就立马变身干饭狂魔 不把老板吃垮 事不罢休 当初的时间长了 兄弟俩还学会了自己动手烤串 本以为后厨师傅 这下可以解放双手了 没省想 这俩小伙只是为了自己吃串方便 甚至还会趁三更半夜店里没人的时候 把炉子打开 再烤两把腰子当夜宵 而原本大鱼大肉 伙食优渥的老板 为了减少店铺支出 只能在一旁默默吃起了萝卜白菜 本以为这样能够唤醒两位祖宗的良知 没成想 人家压根就没把这当回事 此后更是放开了胃口 每次吃饭都吩咐后厨炒四菜一汤 随后再配上一大盆米饭 上班半月了 店里面几个台面没摸清 却摸清了厨师哪道菜做的好吃 此后再遇到有人来面试当服务员 老板更是想都不想直接拒绝 毕竟妙小 实在容不下这么多大福啊 兄弟俩每次的员工餐 胃口最差的时候 也得一百串羊肉起步 别人是小饼卷肉 这里直接吃肉卷饼 老板也只能待在一旁 敢怒不敢言 知道他们能吃 没想到这么能吃 也有网友在底下评论 这家店的肉串指定新鲜 光自己家员工都不一定能供应上 不可能有存肉卖了第二天 再听到老板说 员工每天坐在前厅吃饭不亚观事 这俩小伙也是相当听话 于是就把用餐地点挪到了后厨 边干活边吃肉 这听劝了 又感觉没完全听 老板眼看实在拧不过这俩吃虎 于是也加入了干饭队伍 成功把老板也带跑偏 虽说这俩小伙吃的是有那么一点多 但是也给店铺拉来了容器 所以算下来 老板应该要感谢这俩小伙 你觉得呢